哈喽大家好 小的来了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款高性价比大容量的云地拖车 如果全家一起去露营 装备那可少不了 再加上冬季出去要带的那就更多了 于是我琢磨着更新了一辆露营拖车 目的是容量要大 收纳要小 就是它啦 手拿起来这么小 不怎么占空间 一个动作轻易展开 PP中空底板轻便结实内衬双层面料 防水性能加耐腐蚀性强 具备减震性能成弯性强 沉重约150公斤 300升超大容量 大包小包装备随意放 一趟能拉完的装备无需多跑一趟 走出发 要过桥啦 伸缩拉杆 车轮使PP将PVC的外向加宽越野拍摄机 齐驱地形大重量负载也都能轻松顺滑 伸缩拉杆 前轮双刹车一键锁定 道别滑坡 脚踩解锁不用弯腰 因为露营活动都在郊区 所大的地方都是草皮土地狮子路等等环境 很多时候车子不一定可以直接开到营地 需要一段路程 而这个中间路程的搬运 如果没有路营拉车 将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想想看 一袋一袋一包一包 搬运就很可怕 家庭露营的话 有这个大型推车 你就能一趟搞定 尤其我是视频创作者 拍摄器材道具更多 如果这些露营装备 没有露营车帮助的话 我可能到达营地 立即就用光了 对了 拉杆是带阻尼设计 解决了大部分营地车拉杆 松手就倒的烦恼 全钢管结构 电勇涂层技术 轻量坚固 AXI交叉收纳结构 受力均匀 承重更 AT是一个坐越野车 改装产品品牌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 也比较硬核 到达定点之后 我也会把它放在 帐篷旁边 做植物车 产品设计理念 为家庭户外生活 提供舒适体验 如果问我 露营是什么器具 不能没有 露营推车 一定是很重要的器重机 AT这款露营车性能超强 只要400块钱 真的是非常高性价比的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